北大万平公园绿树参天景观优美 附近南园里里民最爱的休闲据点 当然是这里 即使防疫期间 偌大的户外空间 保持一公尺的安全社交距离 都不是问题 只是公园新建至今 已经有15年的时间 部分设备老旧不合宜 里长采取里民建议 提出了改建计划 希望能够让万平公园 更符合使用者的期待 北大特区造政以来 从来还没有改变过 那这一次的大型的改变经费 也谢谢我们区长 还有我们区公所的团队 来一起来争取 然后现在目前的经费 已经到市府了 希望说可以尽快的 让我们执行改造的 一个计划的流程 就是我们希望有流水 可以大家来野餐 既然是万平公园 就要做跟别人不一样的 一个区块 就是有流水 也可以来野餐的时候 我想这是我们 里民的一个梦想 改建万平公园 当然要以多数居民的意见 为参考值 才能让公园的改建 更具有名义参与的依规 因此这项计划 获得树林区公所 地方议员的支持 已经向市府农业局 争取到相关经费 因为所需的经费 是比较多一点 那目前市府农业局 这边还在做一个签报 那事奉核定之后呢 我想我们公所这边 已经准备好就可以做完做绝标 绝标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赶快来做一个开工 那让这个公园能够尽快 能够进行做一个改造 距离万平公园改建的时间 指日可待 南园里的居民们充满期待感 谢谢里长的争取 感谢区公所协助 及议员的认同 让他们表达意见 参与地方的重要建设 记者林立如刘安静 新北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